对岁复原称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社区营造文创产业蓬勃发展 社区关怀站也以社区文创产业浸染工坊的饺料布回收再利用 规划设计布品课程 关怀站长辈发挥创意 更大秀精巧的缝制手艺 缝制美食佳肴 唯妙唯笑令人惊叹 复原关怀站的长辈 利用社区文创产业浸染工坊的饺料布发挥创意巧思 搭配自身精湛的女工手艺 让饺料布摇身一变 上桌成为了满汉全席大餐 从饺料布或者是宣传旗帜都成为了站内长辈们创作的素材 不论是山珍还是海味 微妙微俏的布餐色彩丰富鲜利 令人看了也垂涎三尺 每件作品都难不倒长者的手艺 我做的是五色随意角 但是我缝这个 我手抖到不行 有的时候会刺到手 刺到好痛 对啊 要缝这个眼睛 要穿那个线 穿了好久才穿过去 很难很难 做好好高兴就这样 耶 而今年九十岁的长辈花了一个星期 缝制完成的这一盘红烧五锅鱼 今天展现成品 他笑着说还是用煮的比较容易简单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煮的比较简单还是做这个比较简单 煮的比较简单还是做这个比较好 还在老师突发奇想 将社区的近人工坊脚料部 挥收再利用 规划各式各样的布品创意课程 让长辈们发挥创意 作品也令人惊叹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继继继继续